我相信对军事小知识有所了解的话 大家应该都知道国防建设分为海上国防 还有空中国防以及最后的陆地国防 大家应该都知道 空中国防是我国在国家建设国防这一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而除此之外 现在陆地国防则是三个方面发展最好的一个领域 而以此来对比的话 在我国的海上国防这方面就有一个国家的国防 有点爹不疼妈不爱的感觉了 但是我国在海上国防这一领域军事做出了非常非常强大的成就 而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 我国最近这几年在海上国防这方面的建设与发展 因为该体系是拿了我该体线表现出的 则是我们国家的中国速度 虽然说现在0751号还未正式服役 但是三号线已经快进行到了无完工下水的环节 同时也是因为这几年国家在这方面的重视 导致我国现在在海上国防建设方面也是飞速的在进行 而且我们应该知道的是 海上舰艇分别有052D和05两款驱逐舰 以及最著名的就是我国的航母 山东号航母更是在去年为我国家的海上建设 到了一个非常繁荣的阶段 当然也同时凭借自己的实力打破了全球的记录 而我国海上国防在这些拥有的成就当中 最让我们惊喜的就是要属于075 大家都知道该系列的舰艇一号是于2019年3月份才开始进行的 而9月份一号舰就已经完工下水了 这一件状速度可是惊呆了一大众的军事爱好者们 而伴随着一号舰下水的同时 我们的二号舰同时也登上了船台 而在今年的4月份二号线就以惊人的速度完工下水了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速度来看的话 三号舰是不是也已经快要下水了呢 事实上今年的4月份三号线就登上了这个船台 而且按照预算不错的话 在今年年底三号线就可以差不多完工下水了 而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才导致我国在海上教育领域 拥有着如此之快的建设速度呢 在如此短暂的建造当中 该舰艇的性能我们又该如何来进行保障呢 这个我们就要从它的内部结构说起来了 因为该系列的战舰内部结构不像普通的舰艇的内部 有很多的仓库 所以来说结构并不复杂 因此整个建造过程就显得没有那么缓慢 同时也意味着整个建造成本比较低 如果我们按照中国速度的这个发展趋势进行下去 到时候我们国家的海上国防建设一定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